叛逆期是很多青少年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阶段 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像主日学 崇拜 少年堂器 和师班 然后在学校 教会 还有家里都是很令人头痛的小孩子 谈恋爱 不要脏话 不想读书 常常跟父母吵架 还有说谎骗家人 我每次都会觉得教育朋友给我的劝告是一种讽刺 然后都会把父母的关心当成是一种啰嗦 觉得他们很烦 在中学那几年 我记得我每次做错事情或者惹什么祸的时候 然后我妈都不会打我或者骂我那样 可是我爸跟我讲 就是我妈会在晚上的时候自己碰碰的哭 那你有内疚吗 当时是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嘛 那那时候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呢 我爸就有几次是吵架 大吵 然后就会有很多天没有讲话 然后我们吵架的那段时间 我爸就会像失眠这样睡不着 就很痛心 为什么我是这样的 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快点上大学 到越远的地方读书越好 那时候我决定要去党宣的时候 没有人看好我会去党宣 也没有人会期待我去党宣宣会有什么转变 在全部人在等着看着我跌倒的时候 上帝说 孩子 我要用你 我从以前就觉得 上帝不可能会选择像我这样的人来 侍奉他 更不要讲是被神呼召 现身 我觉得上帝不可能会祝福像我这样糟糕的一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那么强烈的声音 第一次感受圣灵那么深的感动 我看到福音未及之明的需要 我听到上帝一直跟我说 我要拆遣你 很多次我都看着这个声音 直到牧师跟我说 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在现身影的那一个晚上 我一直祷告上帝说 神 如果这条路是你要拆清我的 就让我勇敢地走上去 最后我还是走上台 因为我决定跟上帝立这个约 我要为内心的声音负责任 我以前就会一直觉得 一直羡慕别人的家庭 就觉得别人的父母 为什么比我父母好那么多 就是想要逃离这个家 可是现在我才会懂 我的父母对我多好 我有上帝赐给我这个家庭 有多么的幸福 以前每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委屈 就只有我是那么的委屈 可能现在我每一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每次放大我自己的悲伤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我曾经跟上帝立约 要与主耶稣同奔十字架之路 为什么我要放大我的悲伤 我会想到 上帝在我的身边 给我很多的天使 我不是一个人 上帝竟然把这么多天使放在我的身边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别人的天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